你 于佳恩 公关对于品牌来说呢 就是锦商添花 我们就是得忽悠客户 只要做了公关 就算它是一团烂棉花 我们也能把它包装成 一朵玫瑰花 你呢 有你这么在客户年前 说话的吗 小米啊 你在团队年纪最小 你就来说说看 今天于佳恩 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我觉得 许总今天说得挺对的 给品牌定调是我们的手段 但是客户增长量 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 不应该用二选一的方式 强调出来 指出甲方和我们认知 不同的用词错误 不对 小米 手段和结果看上去似乎不冲突 但其实有非常细微的差别 就像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在有限的预算中 可能没有办法 既有雷霆手段 又有漂亮的结果 那我们就要强调主要矛盾 李嘉 你说完了 你当甲方的时候 就喜欢给乙方上课 当乙方了 又喜欢给甲方上课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 就你最聪明 其实许阳 把图雅的服装 放在你们这里共享 也许能解决一些库存问题 但是我实际上看来 对我们集团来说 没有更高的利益点 你们从我这里得到的 远比我从你们这里 得到的多得多 我虽然 不懂什么数据啊 但是做生油还是一把孬手 明白 酷儿 也许能解决一把孬手 自己的服装 这两把图雅 你真是会败有金 这个实际上 成立并没有 就敢找个区别 两把星那一把 还你一把 又像以来 你那样 你是不是在一起 无论 我这样的 然而不在 这一层级上 看不到任何的利益点 但是马总 做生意 难道不是放眼于未来 正是因为有了 第一层级的 高频次的宣传和推广 所以沉淀下来的这一步 将会是 真正喜欢图雅的那帮人 也是图雅 乃至于你们整个集团的 忠实用户群 好 到了第三阶层 这就是我要说的 商业变迁 在我们这里试穿了 图雅的衣服以后 也就是说 从模糊而又庞大的人群当中 找到了真正喜欢 这个品牌的人 他们一定也会是 最后购买图雅 这个品牌的那一拨人 马总 一家实体店 每天十几单生意 和一个网络平台 每天成千上万单的生意 中间的区别在于哪里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而且我相信 未来的繁星 一定会是 女性用户的高频应用 繁星推租医 租医推图雅 图雅找到自己的用户 从而便携 这就是您要的第一点 需要 我把图雅的库存 给你们试用六个月 好 谢谢马总 谢谢马总 至于其他品牌的入住 要看图雅的试用效果 非常精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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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许总他们就是在演戏 演给那个马总看 这就是典型的 互联网的套路吹牛 马总是他们的甲方 人在那吹牛 你在那拆台 张总 你对我说的 作为乙方要讨好的人 是甲方对吧 我们的甲方 是许总还是马总 当然是繁星 徐昂那个人 他只要一心虚 就会不自觉地摸耳朵 我看到他摸了两次 我看得出来 他们在吹牛 可是他们自己说好 马总会兴盟 要别人说好 那才是好 我看到他